为什么你的感情总是不顺 你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夫妻不喝 没说几句就僵持不下而争吵 另一半每晚迟迟不归 怀疑他有外遇 为什么他总是不了解我 已经很失望 有离婚的念头 怎么我对他这么好 他还这样对我 夫妻时常冷战 以厌倦和对方沟通 夫妻实际上就是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相爱 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争吵 第三个阶段就是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谁有这两个字谁能把你的家庭维持 谁没有这两个字你就家庭破裂 这两个字就叫忍耐 过去这段时间不是太在乎 你的婚姻现在很差 要离婚的 两个人经常吵吵闹闹闹不在乎 现在他玩真的了 冰冻三次飞一日之谈 现在他已经真的外面有人了 一个人要学会忍耐 英国英国 你们两个人中了这么多年的英 现在果来了呀 所以把别人往好的地方看 那就叫正能量 把别人往坏的地方看 你的心中就拥有负能量 我们学博人必须要有正能量 什么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看 因为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 而明天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 因为明天因为有国的指导 高知多矿 与 hahahahhahahah 这次是非好ツ胜 又是福克宗 whisky 好